大家好 今天来给大家讲解 如何注册美区苹果ID 美区苹果ID 因为中国那个苹果商店 它分为美区、英区、澳区和中区 每个商店它都互相隔离 采取了互相隔离的政策 App Star这个商店 这里面有几千万款软件 但是这几千万款软件又互相不通 大家能理解不能 就是中国区有中国区的软件 美国区有美国区的软件 来 它就通过这个每个区的账号来进行锁死 进行封锁 因为它应中国政府的要求 通过苹果ID账号 可以把它这个商店给重新整理 给人锁死 要说咱们中国区的商店是无法下载到美区的很多软件和运用的 今天来给大家讲解 如何在电脑上申请 申请和注册美区苹果ID 现在开始 大家看 现在 现在这个谷歌浏览器上面输入 3w 大家看 3w.app.app.app.le.com.app.le.com.app.le.com.回车键 稍等片刻就可以进入这个苹果官网了 就可以进了 稍等一下大家看 大家看就可以进入苹果官网了 好进去了 进去了 大家看我通过这个谷歌浏览器 它自在翻译 大家看啊 我把它这个英文界面给翻译成中文了 英语中文简体 大家看我已经把它主动于律翻译成英语了 所以说大家现在看到的界面是中文的 它其实原始界面是是英语 但是我已经把它翻译成简体中文了 好大家看啊 现在是进入苹果官方官方网站了 大家继续往下拉 大家看啊继续往下拉 大家拉拉拉拉拉到最底层 下面有一个右下点 大家看右下点有个US US 那一般进去的话它不是US 点这个右下点 点右下点 US就是美国的意思 美国的简称就是US 大家看这上面就是非洲中东和印度 这有很多国家让你选择的 大家可以可以 还有亚太地区 中国大陆呀日本的菲律宾呀 都都是苹果商店 这个它提供的一个 这个版本哈 每个每个地区它都有专门的商店 大家看拉丁美洲啊 大家一直选选到最后 最后这个有个美国加拿大和波多利哥 大家就选择最后一个美国 点一下 它就进入美国官方网站了 哎进去了大家看 现在这个页面就是苹果官方商店的美国商店 大家看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别扭 因为苹果把它这个商店给划分成200多个地区 所以说 它是非常听起来非常别扭的 大家点点右上角 大家看这点点这 点这个 好 点这个sign 大家看 选这个选最后一个 选最后一个 选最后一个 点一下 选最后一个账户 一定要注册账户 好进入了 好大家看 现在已经进入了 请登陆 苹果ID 第一个就是请苹果ID 下面密码 下面密码 你的苹果ID用于登陆 苹果商店 stil 和可有的电子邮件 点登陆 但是大家不要点登陆 大家点 创建 现在创建一个 登陆下面还有一个 忘记密码和没有苹果ID 现在创建 大家点最后一个 创建一个 苹果ID 现在大家所创建的就是 美区苹果商店的ID 美区 美区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 大家看我上面 一律翻译成英语 一律翻译成中文 我已经全部都把它翻译成中文了 方便大家观看 创建的你的苹果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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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项目 第一个就是名字姓 我随便打一个啊 名字是刘 姓名 姓名是灰 大家看 大家看 最好用P 知道吗 大家一定要最好用英语 灰 刘 国家地区就选择美国 这个一定不要改 国家地区就选择美国 大家千万不要改 就选择美国 国家和地区选择美国 生日 生日大家可以随便填 大于18岁就可以 一 九八七 一 选择 五 一 五 这是你的新的苹果身份账号 然后大家就登录 密码 密码是八个字符 大家一定要注意密码 而我这个账号就输入 大家看啊 然后大家 这是谷歌 gmail.com 大家看 这是谷歌的邮件账号 密码 但是这个不行 好可以了 这个可以 大家看 密码大家随便填 但是至少是八位数 首字母必须是大写 大写和小写字母 然后至少含有一个说字 大家看 你的密码必须是八位说字 然后输入大写 A A 大家看 APP 密码是APP 6个6吧 123456 大家看 它下面该显示强度弱 就这可以就可以 弱大家必须6个6 8个6 好 大家看8个6就可以了 8个字符 他说不能少于8个字符 电话号码 嗯 这张号码大家随便填 五六四 你看看 好可以了 随便填一个 然后大家 这三个可以选 可以打 打勾 打勾 文字讯息验证 然后大家 再输入 输入左边的这个验证门 GZ 36X 都是大写的 G GZ 36X 然后点继续 大家看 出现红色的就证明 你没有输正确 就密码它需要再次输 A PP APP 好 8个6 3 4 5 6 7 8 3 4 5 6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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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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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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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 5 7 5 我的电话 选择加86 找86 加86就可以了 大家看 他的密码必须大于800数 大家看 这现在可以了 让大家注册完就可以了 大家点继续就可以继续注册 他这个是 现在给大家 现在是电脑网页版 注册完之后 大家来关闭这个页面 关闭这个面 刚刚 咱们把那个 通过苹果官网 注册了这个美须 这个美须苹果ID 美须苹果ID 然后通过在这个手机端进行登录 进行二次 二次注册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他这个二次注册非常重要 第一 你的手机必须具备科学上网的环境 第二 你还必须有美国所在的个州名 城市名和邮编辑电话 所以说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先进入手机 大家看 我已经信用到我的苹果手机了 然后通过 通过 先 先那个 先登录VPN 大家看 先登录VPN 因为苹果手机在没有VPN的环境下 你是无法进行免费 免费注册苹果ID的 所以说大家必须提前在淘宝上面买一个 必须提前在淘宝 必须提前在淘宝上面买一个 美须苹果ID账号买一个 买过之后 大家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个商店里面了 进行商店这里 大家看 进行商店里 大家一定要记得选择 NONE这个选项 信用了之后 然后 大家看 就是这个美须 它该提示了 正在载入 大家需要二次注册 通过手机 手机端这个商店进行二次转 二次注册 大家看 正在进入 信用了之后 大家 大家看上面 我已经挂着VPN了 没有在科学上网的环境下 你是无法进行二次验证的 二次注册了 大家看 只有进入到这个页面就证明成功了 就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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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证明你已经那个 苹果 美须ID已经注册成功了 大家看 这就是成功的界面 然后这个是收费的 很多人 他那个注册完之后 他提示 提示进入到这个界面 但是无法下载软件 大家一定要下载一个软件 试试 看成功不成功 如果不能下载软件的话 就证明 就证明是失败的 大家看 我点这个 点一下 点这个音乐 大家看 他如果弹出 点安装 就证明成功了 你如果没有 你如果那个 注册失败的话 他依然可以进入到这个界面 但是他没办法进行下载软件 他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这很多人 他注册表面看起来注册成功了 他其实没有成功 他中间缺少了很多步 所以他失败了 失败的最直观表现 就是无法下载软件 但是他依然可以进 苹果美区这个商店 大家在低栏时 手机端一定要选择 NONE 这一项 NONE 这一项选定完之后 把美国的周明啊 周明 城市名 填进去 我一会儿 大家看 提示出来了 大家看 APP STAR APP STAR 大家看 点安装 大家看 我刚刚注册这个 苹果账号 上面都写的有 点安装 如果你没有注册成功的话 是无法进行安装的 点安装 大家看 看到完成了没有 看到完成了没有 然后进完成 再来到桌面 如果桌面上有进行 安装这个 这一项 就证明你 大功告成了 就证明你 那个 大完全成功了 大家看 你需要再次检查一下 你需要再次检查你的手机有没有进行下载和安装 他如果一直没有弹出安装 这证明是失败了 大家看 正在载入 他看到没有 就证明成功了 正在载入 就证明我刚刚注册的这个苹果美区ID是成功的 因为我成功在他软件商店下载到软件了 大家看 正在载入 转停 正在载入 他只有显示这个情况就证明你是成功了 正在载入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油边 我给大家准备的油边 大家看 这个第一项 大家一定要照着我给大家说的 等一下 S T R E T 就是他所在周的周名 大家把这个数字填进去 一会儿我会 一会儿我会把他这个 这个放在我视频下方 大家一定把这个数填进去 然后C I T Y 这个是他城市名 第一个是周名 周名需要填两遍 然后C I T Y填一遍就可以了 然后S T A T 填 C A Z I P就是油边 Z I P就是油边 大家填油边 然后POL就是电话 大家一次照着填进去 就验证成功了 验证成功之后 他就会提示 恭喜你 注册成功美区ID了 大家就可以进行下载软件尝试一下 如果依然没办法下载软件的话 要证明还是失败了 大家一定记得选择 NONE那个选项 跟大家进行演示 那个美区苹果ID 注册成功之后的完美界面 如果没有进入到这一步 就证明失败了 大家一定要反复确认 自己有没有在手机端注册成功 因为在电脑端注册成功 是很多人都会轻而易举的 就可以注册了 但是手机端是最难的一部分 手机端一方面还要开VPN 一定要先开VPN 然后再进手机端进行注册 进行二次注册 进行二次注册 大家一定要记得 二次注册完之后 大家一定要试试 看能不能下载软件 如果下载成功的话 就证明注册成功 如果他不能下载软件 就证明是失败了 我给大家再演示一遍 因为这点太重要了 大家看 我这通过是我刚刚注册的 美区苹果ID 大家看 我刚刚注册的 这个美区苹果ID 注册完之后 进去 进入到这个免费软件 进入免费这个 美区免费软件 进去完之后 大家随便找一个APP 都进行下载 看能不能成功 如果能成功安装 就证明它是对着了 大家看 我给大家再次演示 它特别重要 大家选择GET 只要是GET的 都点 随便点一下 点一下GET 大家看 我现在选的是 现在选的 大家看 我现在这个界面 非常重要 这个是超市 购物超市的APP 点安装 它显示完成 显示完成 大家再点一下 我 然后 这是沃尔玛的 大家看 等待中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这就是最成功 最理想的界面 正在载入 正在载入 大家看 你只有出现这个界面 就证明你注册 美区ID是成功了 没有出现 正在载入 这个界面 是失败的 大家一定要 特别小心 正在载入 正在载入 大家看 只有这个界面 是对着的 载入几分钟后 就正在安装了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正在载入 只有出现这个界面 就是成功了 很多人在手机端 注册失败的 很大一部分 就是这一步是失败了 电脑端 因为电脑 那个官方网站 是很容易注册的 只有手机端 是最复杂 最难的 这一部分 正在载入 大家看 这是沃尔玛的APP 只有进入到这个页面 就证明是成功了 正在载入 好 我先暂停一下 我再试试其他一个软件 随便再选一个 只要是GET的都可以点 GET的 好 再选一个外卖 GET 大家看 大家看 出现这个界面 大家点击安装 他点完成 他就会提示完成 然后大家赶快回到桌面 回到桌面 看有没有真正进行下载 很多是他是假的 大家看 等待中 桌面上就是 正在载入 大家看 出现这个界面 就证明 你注册的这个美区ID 是成功了 是成功了 大家看 这个也开始 正在载入 都在载入 大家看 他如果没有出现 正在载入 证明是失败了 大家一定要记得选择 NOM 最后一项 第一个是被保 第二个是银行卡 大家看 正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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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 正在安装 他只要提示 正在安装 99%都是成功了 大家看 诶 成功了 大家看到没有 FETCH 这个外卖成功了 行 那今天的教程 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